第四季节目 喂 喂 我 季 季寒 今天 谢谢你的药 我 别晃了 去家门口看看 姐 先走 站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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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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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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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小年輕人真不知道撒紅的 去 我們現在拍特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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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咖啡 差点意思 再来一条 咖啡 卡 再来一条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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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好前景 纸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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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用担心 靳函的台词应该没有问题 毕竟是演员嘛 那这个任务我就交给你了 可是 新站长的人选一直还没有敲定 我很看好你哦 我刚才听了你的广播 超级棒 你怎么了 靳函 广播站邀请你当主播 你考虑一下 放学后答复我 不去 你连考虑都不考虑一下 就拒绝 考虑过了 没兴趣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大明星了不起 瞧不起我们广播站 随便你怎么理解 你 薯片做错什么了吗 罗莉拉 等等我 你们知道昨天靳函拍咖啡广告 把咖啡吐了的事吗 不知道 有吗 我听说啊 刚爆出来就被压下来了 不是说他挺敬业的嘛 信函你可以啊 做了错事还过得那么舒坦 放心吧 交给我 别的不说 要让大家认识到他的 真面目 你不说话呢 我来了 有什么事啊 你不说话呢 不行 不能让他们得仇 纸条上说 女神团要对付金汉 可现在都快中午了 她怎么还没有动静 这道题 谁会 这种题我讲了多少遍了 都不会 孙心 你上来解答一下 老师 我不是要解题 我是生理期 肚子疼 我想去医务室 去吧 谢谢老师 她们这是要行动了 向下 要真的会做才能举手哦 老师 我也生理期肚子疼 想去医务室 去吧 上来 我没办法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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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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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吧 你去吧 真的 陈老师 我没有胜利期 那你是会解这道题 不会啊 不会你举什么手 你们看看你们现在都什么风气 陈老师 虽然我不会解 但是我推荐靳函同学来解 他不是号称娱乐圈的数学科代表吗 这种题对他来说肯定是小意思 科代表 解道题让我们学习一下呗 陈老师 我觉得不如先让余胜杰同学 去演示一下错误的解法 好让大家以此为戒 你什么意思啊 靳函 什么叫我的解法就一定是错误的 那倒解个正确的 给大家看看 解就解 不就是他数学题吗 好 靳函 你也上来解一下 好 要抄就抄 别抄错了 谁要抄你的 我就算不写 也不抄你的 是不写 还是不会写 余胜杰 你连个错误示范 都没有给大家写出来 下去吧 别在这儿挡其他同学看题了 陈老师 我这也是为了大家好嘛 如果我真的写了一个错误答案 那不就把大家带到沟里去了 你要是把跟我顶嘴的机灵劲 用在学习上 考华清中北 对你来说都不是梦 听到没 靳函 陈老师都说 我能考华清中北 做什么 你去看看 小我 我们来 我们来 订阅 这帮人幼不幼稚 露不露啊 季寒同学挺上庆啊 表情也很丰富 当然 季寒可是娱乐圈行走的表情不好 初 初校长 向下同学 我们学校一向主张言论自由 你对季寒同学有什么想法 现在可以直接说出来 初 初校长 我 我对季寒 没有想法 有想法也没关系 说清楚了就好 同学之间一定要有爱 像这种 在学校张贴别人海报的事 就不要再干了 就让季寒同学看到了 多不好啊 天天不好好学习 净干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你现在立刻向季寒同学道歉 然后写一千字的检查给我 好好反省反省 陈老师 对学生不要太严厉了 同学之间呢 磕磕绊绊是常有的事 写检讨什么的就不用了 让他们相互握个手 和解就行 握手 是啊 握手 怎么 不愿意吗 不愿意吗 早知道刚才动作快一点 那可是季寒的时候啊 季寒 你别学了 你别学了 超过我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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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寒 那些海报不是我贴的 你要相信我 你别学了 我 我 我 可以啊 小金刚 很有心机嘛 我看你之前这么维护他 还真以为你对他死心塌地 没想到一转头就去爆他的黑料 你们这些铁粉 一旦妥气粉 比黑粉还狠 不过 我喜欢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才没有黑鸡寒呢 别装了 快跟我说说 你是怎么能想到贴海报这一出来 那些海报不是我贴的 季寒 我 季寒 季寒 你 别演了 你就是传说中的那个 皮皮黑 对吧 就是先假装粉丝接近季寒 再找到机会趁集黑他 我不是皮皮黑 我真没有 干得 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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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下这次惨了 我刚看到罗莉拉生气地把她拦下了 向下怎么得罗莉拉了 谁知道的 你们在干吗 当然是来感谢你替我们背锅了 你们为什么要黑锦涵 我们黑他 难道他吐咖啡不是事实吗 他会吐是因为为了拍广告 喝得太多了 而且他刚举你去广播站广播 你们就到处贴他黑海报 你们这就是存心报复 你怎么知道广播站的事 我 我就是知道 谁告诉你的 是不是靳涵 当然不是啊 你都已经被靳涵当成黑粉了 还这么维护他 你对他这么死心塌地 他知道吗 他知道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靳函怎么来了 他不是误会枪下是黑粉了吗 我怎么知道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公民的姓名权 肖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 受到侵害的时候 有权要求停止侵害 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 并且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你少吓唬人了 照片上发生的事都是事实 自己不敬业 还想捂住别人的嘴 就是 待会儿我们就把你不敬业的事 传到网上去 刑法第246条规定 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 被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 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 都属于严重的犯罪行为 应当依法定罪处罚 我们走 你没事吧 你这什么标签啊 原来你相信那些海报 不是我贴的 而且你还帮我 去对罗里拉他们 启翰 你真是太好了 我感觉 我和你一样是人类 简直是我的如性 你的彩虹屁能不能收敛一点 我还以为你跟他们一样 以为海报是我贴的呢 以你的智商 还揍不出那种海报 对啊 那些海报好难呢 无许 回家了 回家 你回你家 我回我家 对啊 你回你家 我回我家 再见 我们的计划那么完美 向下是怎么知道的 人多口杂 说不定是有人不小心 泄露出去的 你怎么这么肯定 因为 因为 那天就咱们几个人 看到了海报 他们是别班的 保不准就说漏了嘴 是我太大意了 我们以后得小心点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妈呀你干嘛呢 这次咱们小区啊 要大力宣传垃圾分类政策 给咱们美栋楼的铁株委员会 会长都安排了任务 要挨家挨户 去训练垃圾分类 挨家挨户 妈 垃圾分类 可是立国立民的大好事啊 交给我来办吧 什么事啊 我是来发这个的 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 这是我们社区统一派发的 垃圾分类宣传单 希望我们每一位居民 都能够配合我们社区的工作 共同营造一个 闻名 温馨的社区环境 怎么是你来发 因为我妈 是咱们这等楼的 业主委员会会长啊 那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等一下 什么事 你 会做牛排吗 牛排 你做的 你做的 我明明还在菜谱上做的 为什么都失败了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啊 你这煎的时间太长了 肉都老了 可是菜谱上也没说要煎多久啊 这上面不准吃啊 煎牛排的时间呢 应该根据它的厚度灵活变化的 你看 像这种两厘米厚度的牛排 每面煎个两分钟就好了 而且每隔一分钟就得翻个面 你这肯定是某一面煎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才煎老了 什么铺菜谱啊 应该写得更精细点才是啊 你家还有没有没有做过的牛排啊 我帮你 在冰箱里面 好 你穿上吧 好 你喜欢的七分熟牛排 你怎么知道我选吃七分熟 做一米合格的小鲸鱼粉 必须要全面掌握我艾德的喜好啊 不错 不过 看起来太生了些 等着 我马上重新给你做一份 好 九分熟 可以吧 我还是吃七分熟吧 哦 不 一起吃吧 不吃浪费了 哦 不吃浪费了 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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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呀 哎呀 嗯啊 你吃东西的样子真可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